各位好欢迎来到底波拉虾搞厨房 从今天这一集开始 要跟大家一起来厨房虾搞一下 所以呢我就称这一系列的专辑叫虾搞厨房 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人 我从结婚到现在 做饭对我来说是一件头痛的事 因为我的老公的口味是非常挑的 那我的两个女儿基本上不怎么挑剔 但是我的儿子呢吃饭就非常的挑剔 我不知道男的男性男孩是不是非常重口味 所以我的大儿子非常重口味 那我基本上我的饮食习惯都是非常清淡 对我来说出茶淡饭或是一些沙拉就可以让我维持一天的能力 或是有时候在办公室我的同事也知道 我只要有水果一天都可以不吃任何东西 因此呢对我来说吃东西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说吃却很重要 但做一个妈妈又不能不做饭 所以我今天呢就开始跟大家一起来厨房 动一动脑筋 其实也就是叫做瞎搞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那当然跟其他的这种厨房厨艺 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非常的仔细 那每一个分量都要做得非常的精巧 可是我觉得瞎搞厨房就像一般的妈妈一样 想到什么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一起在厨房瞎搞好了 好 然后今天跟大家预备的其实就是皮蛋 那皮蛋呢其实我很早就想做了 那今天呢就预备皮蛋 是凉拌皮蛋 在我们美国呢 我们皮蛋都会凉拌 阿瓦卡路 就是牛油果 那我如何知道这两个口味放在一起非常好吃呢 因为在美国很多时候 我们在教会都会有巴拉克 那巴拉克每个人都会带副菜 那有一些姊妹就会做凉拌的阿瓦卡路 跟皮蛋 那就非常的好吃 那因此呢今天跟大家一起做凉拌的阿瓦卡路 我想这阿瓦卡路基本上就是代替那个豆腐 所以呢这整个凉拌起来的口味跟营养 是非常有高价值的 但是呢我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家的人都不是很爱吃 所以呢我就很少会做这些东西 凉拌的豆腐啦 或是凉拌菜啦 因为我不是非常吃辛辣的 所以我的东西就会很淡 那所以跟大家一起来试试看凉拌的这些东西 你看看是不是你在家也可以一起做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一起放在水里面煮 那这个这个阿瓦卡路是我家里自己种的 所以品质是非常好的 放一点青椒红椒都可以 然后当然加点颜色的就是番茄 那我会放一点 这也是我们家自己的柠檬 我相信很多妈妈都会跟我一样下厨房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因为每一天都要应付我家里园的一些口味 所以就会绞尽脑汁在想到底要做什么 那我意思 现在呢我就是服侍我们家的小公主 我们家的应该是大公主 他的口味又特别重 那所以我每一天大概就是主要是一道很重要的饭菜 然后他就中午晚餐就会吃这一道 那今天呢我就是除了做这个凉拌 因为我相信他不是很爱吃 那我就会顺便煎水饺给他吃 这个水饺呢是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姊妹做的 那所以我就跟他们订购 那这是手工的水饺 台湾其实是一些面类的这些王国 譬如说八方云集的水饺也是我超爱吃的 因为八方云集的水饺它的口味非常的多 包括家里饺或是那个kinge饺都有 因此呢八方云集的水饺也是我蛮最爱的一个比较平价的一个商店 那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我就会常买很多的水饺进来 然后在台湾的水饺特别便宜 大概一包五十颗 就两百五 特别是从这个八方云集订的 那这个呢在台湾的手工水饺就是教会的一些姊妹他们自己做的 那这些手工水饺吃的比较安心是因为他们自己做 所以他们的料都会比较没有添加物 那我自己就会偶尔就会跟他们订购 顺便帮他们找一些经营 那再来这些手工水饺其实它比起台湾的价钱是比较高的 因为五十颗大概是十五块美金 十五块美金对我们来说是很平价的 因为特别是手工的水饺 那通常水饺我自己个人是喜欢用水饺 但是因为我们家大公主喜欢吃比较重口味的 所以我就会用一些煎饺的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在美国常用的铁柱锅 这个铁柱锅也是去年我开始使用的 因为我记得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 我小妹就问我说 你我铁柱锅怎么样 然后我就帮她带了一个铁柱锅 就没想到呢在台湾的铁柱锅超贵的 我这个铁柱锅大概十寸吧 就是一般我们常常用的 这个才不到美金十五块钱 那有些便宜到十二块 也就是三百五到四百块 你就可以买一个很好的铁柱锅 那但是呢东西只要进到台湾 那这个价格就非常的不同 因此呢在美国买一些家用的产品 其实是很实用 而且也非常的耐用 那我也是从去年开始才学习 如何使用这个铁柱锅 它真的非常好用 像我这种懒人 做完弄完铁柱锅之后 如果一层这种黑漆骂屋的 只要用这种铁刷子去刷它 它很快就干净了 因此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 不大会做饭的 而且又常常会把那种不粘锅弄坏的 那铁柱锅就蛮适合你的 如果是煎饺的话 我就会薄薄的一层油 然后再把饺子铺上去 你看到我们家的这个铁柱 这就是美式的炉子 是电炉 那电炉非常的慢 但是它也非常的安全 因为如果火力过大 或是你太久了 没有人使用它 会自动的整个总裁关锅切掉 接下来就切一点这种青椒啦 红椒啦 黄椒啦 但我今天放的是黄椒 增加一点颜色的味道 然后凉拌这些蔬果 其实是非常营养的 我这个人就是非常喜欢简单清爽 那同一样的口味吃很久 我都不会觉得腻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呢 一样食物吃两餐以上的 他们就觉得很烦 口味重的人 或是讲求口感的人 我就比较不能明白 因为觉得好累哦 要每天要应付这些饮食 那难道不能吃简单一点吗 对我来说真的是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的嘴巴 怎么样使他们的嘴不雕不挑 那就是很伤脑筋 我记得每一次我在做饭的时候 我这样细细的琢磨 结果我就在想 可能今天的饭菜会非常好吃 可是呢越细心做饭 结果呢接受的批评越大 因为反而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口感 有时呢我赶时间回家匆匆忙忙的做饭 然后叫做庆菜做 他们居然说今天的菜怎么那么好吃 我心里想天哪我这是虾搞的 反而虾搞出来的饭菜比较好吃 因此呢你能明白为什么我这个专辑要叫做虾搞厨房 你看我切刀的功力就知道我有多么的不熟练 希望我们一起在厨房虾搞之后呢 让你也会变得很快乐 就像我一样在这里虾搞 我也希望厨房变得一个很快乐的地方 基本上呢厨房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要让你全家的口味 所以味蕾产生一种满足感 可惜的是呢我好像这一辈子怎么做菜 都没有办法满足到我们家人的这种味蕾 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这三十几年来我有多辛苦嘛 没有办法在厨房里面得到那种满足感 好再来就是 Avocado 这个镜头呢因为是要跟着跑 所以有时候它好像有点嗅抖的感觉 然后等一下呢就加一点柠檬 因为Avocado要加一点柠檬呢它就不会变黑 我们家的柠檬品质真的很棒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香水柠檬 但是这个味道很香 而且又不是那种很酸的柠檬 因此呢我非常喜欢我们家树上结的柠檬树 我儿子在上课他现在说我讲话太大声 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很bright 是不是很bright 它教我要安静不要再讲话了 因为他现在在上课 好吧我先小心一点OK 我们就只要做就好了 他觉得我话太多 做Avocado还有一样很重要的香料就是香菜 所以一定要加香菜 加了香菜那个味道才非常好吃 除了加盐巴之外当然还要加酱油 还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香油 然后再加一点酱油 等一下我们试试试看就知道好不好吃 看看味道怎么样 你看看 挺好吃 只是我的 可能是我的皮蛋放久了吧 然后再加来加一样东西 再加点 加点香菜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能加一点点糖吧 加一点胡椒 这就是虾搞厨房的好处 就是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 随性随意 你发现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时候再加 现在的味道超棒的 你把它放在漂亮的截子里面 两个镜头这样子照就会更好 然后这个放在漂亮的盘子里面 然后再加上一点香菜 感觉特别的漂亮 其实可以再多加一点番茄 可是因为今天我只有两颗番茄 所以这样子也是OK的 然后如果你觉得酸味不够 我们就再加一点柠檬 我们家的柠檬是非常香 很香的柠檬 好 这盘其实真的很好吃 我自己蛮喜欢吃的 但是我儿子不敢吃 因为有皮蛋 然后他等一下要去打球 他也说万一他吃了会拉肚子 没吃过的东西 所以他不敢吃 所以像这样子 虾搞厨房的结果 都还是我自己要收拾残局 不过自己慢慢的做下来吃 也是一种享受 希望呢 如果你们家有任何人做饭 其实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跟角度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非常享受 那种桌面上的和乐 以及享受那种家庭的和谐 我就是很喜欢在餐桌上大家聊天啊 吃饭啊 欣赏桌上的一些饮食 这样子呢 这种促进家庭的那种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呢 饭菜有好吃不好吃啦 简单或是丰富啦 我都觉得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坐下来一起聊天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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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